猫咪出门,牵绳怎么用? 带猫咪出门,要带胸背带和牵绳应该已经是常识了吧? 但你真的知道怎么用吗? 要记得,当你帮猫咪带上胸背带时,就是它在遛你了。 千万不要大力拖拽猫咪,它们会更加紧张,甚至正拖落跑躲起来。 一开始出门一下下,再慢慢延长时间,一定要给猫咪时间探索。 胸背带松紧适中,先在家练习穿戴,习惯之后再慢慢出门练习。 一开始出门,要选择比较安静的时段,确保周围环境安全,可以轻轻安抚猫咪,缓解它们紧张的情绪。 可以的话要尽量避开热情的狗子,把猫咪放在狗子够不到的桌上,同时快速收短牵绳,以免猫咪突然收到惊吓后瞬间弹飞,导致背带乐伤猫咪。 不要笑想你家猫咪和其他狗子在一起打闹的欢乐场景,此场景不存在,我先替猫咪谢谢您。 真的遇到让猫咪紧张的状况,请毫不犹豫停止遛猫,把猫咪抱起来或带回笼内。 哦对了,这只狗子叫来福,是苗栗宠物友好民宿宿田庄的中途狗狗,再等有缘人,喜欢的赶快联络民宿吧。 希望大家都能顺利使用猫咪牵绳,带猫主子一起探索这个美丽的世界。 很棒。 很棒。